你是不是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起来 如果是的话在弹幕上扣个0 证明你真的是0 如果你能一口气做5个引体以上 来弹幕扣个1 引体向上应该是每个健身小白心中的痛 不是不想练 实在是拉不上去 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教大家 一个引体都拉不起来的新手 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练习 加强了一些部位的肌肉 逐渐从0到1 用引体向上顺利做主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舒 这里是瘦子珍重的百科全书 在做引体向上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引体向上的标准动作 如果你是这样做引体 或者是这样做引体 虽然能够勉强拉上去3 5个 但是换成标准的姿势在做的话 你还是个0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想要做出标准的引体 我们需要掌握这两个要领 第一肩胛骨下压 虽然引体向上是背阔肌主导的动作 但是真正博弱的环节 通常在斜方肌的下部 这会让你的引体向上 没有办法顺利启动 斜方肌是一块非常大的肌肉 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其中上部把尖胛骨往上拉 下部把尖胛骨往下拉 互相牵制 当斜方肌下部过于薄弱 没有力气把尖胛骨往下拉 那你做的所有动作 都会习惯性耸肩 那么你做引体向上就是这样的 大幅度耸肩 脖子都快没了 虽然把身体拉上去了 但是背阔肌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手臂会很累 脖子也会很酸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正确的做法 看不清是吧 我们再走近一点 看到了吧 这里 把身体往上拉之前 首先会有一个肩胛骨下压的过程 这个时候手臂虽然没有动 但是身体就已经开始升起来了 然后手臂才开始活动 背阔肌发力将整个也拉上去 你看已经完全没有耸肩了 所以我们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 一定要从肩胛骨下压这个步骤开始 平时也可以用几根弹力带辅助单独练习这个动作 加强引体向上的启动能力 第二 全身奔紧 你有没有试过做完引体向上腹肌很痠痛 这听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做引体向上会练到腹肌呢 你看它的动作 力气不够 只能够扭曲自己的身体 把自己给拧上去 这个过程包括腹肌在内的很多无关肌群都被借力了 这就是腹肌酸痛的主要原因 借力越多越练不到背 所以在做引体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全身奔紧 包括大腿用力奔直 屁股夹紧 腹肌提前收紧 整个核心稳定住了 在做引体向上试试 感觉马上就来了 肩胛骨下压 全身奔紧 这两个引体向上的核心要领 一定要牢记在心 但记住了这些 引体向上还是拉不动怎么办 我们这期视频的正片马上就开始 引体向上从0到1的关键技巧降阶训练 如果你想推起100公斤的杠铃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从20公斤的空杆开始 花个2到3年的时间 慢慢加到30公斤 50公斤 最终加到100公斤 只要我们坚持练 力量就会越练越大 其中50公斤就是100公斤的降阶 20公斤就是50公斤的降阶 那引体向上呢 这是个徒手动作 岂不是0公斤 不是的 徒手引体向上对新手来说 本身就是个高难度动作 相当于让新手一上来 就握推50公斤的难度 因为你要拉起来的是你的体重 你看看你的体重有多少 那引体向上要怎么降阶呢 要降低体重吗 那岂不是要去节肢 这也大可不必 这里我给大家梳理了4个非常实用的进阶步骤 阶段一 TRX划船 本阶段适用的人群 一个是女生 另一个是力量太小 引体就算怎么建立 一个都甩不上去的同学 都可以从TRX划船练起 找一根TRX绳子 建设房里应该都有 绑好在固定的位置上 双手握着把手 把TRX拉直 然后双脚往前走 让身体倾斜出一个角度 就可以用划船的动作把身体往前拉了 要注意刚刚学过的两点 第一 不要耸肩 肩胛骨要下意识地往下沉 第二 全身要奔紧 如果你这样歪歪扭扭肯定是练不到位的 双脚越往前走 难度就越高 TRX划船其实非常简单 难度相当于推强俯和撑吧 主要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给力量太小的同学 积累背阔机和手臂的基础力量 另一个是TRX非常不稳定 可以很好地让你学会全身分紧 如果你可以在身体45度的状态下 轻松完成10组TRX划船 每组10次 或者在借力的情况下 甩上去一两个引体了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阶段二 反向划船 本阶段适用的人群 主要是引体这个动作 借力你能够勉强甩上去几个 但是一按标准的动作来做 就一个也做不起来的同学 找一个史密斯基 坐在杠铃杆的下方 双手握着杠铃杆 把身体挺直 如果双脚打滑 可以垫一个杠铃片 然后就这么把你的身体拉起来 正手做不动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反手做 但是力量上去了 还是要换到正手了 还是要注意不要耸肩 身体全程奔紧 反向划船这个动作 难度相当于柜子符合撑 杠铃杆的高度越高 动作就越简单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上一个阶段的T2X道具的话 也可以直接从比较高位的 反向划船做起 这个动作的主要目的是 进一步的积累背部和手臂的力量 特别是对前臂的握力 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如果杠铃在大腿的高度 你也可以用正手轻松完成 五组每组十次的标准反向划船 或者你已经可以完成 一两个标准的引体向上了 那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阶段三 弹力带引体 本阶段适用的人群 是已经可以拉起标准引体向上 但一口气不超过五个的同学 就很简单嘛 你看我之前家庭珍重教程里那套弹力带 最初这根有什么用 就是用来做引体的 把弹力带的一端套在引体杆上 另一端挂在膝盖上 按引体向上的标准姿词去拉就好了 要注意肩胶骨先往下压 全身全程都要保持绷紧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弹力带的数量和粗细 给这个动作增加难度 如果你可以用这根红色的弹力带 完成四组每组八个标准的引体向上 或者不用弹力带辅助 也可以一口气拉五个的话 那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阶段四 离心引体 本阶段适用的人群是可以用标准引体向上 一口气拉五次以上 但是没有办法完成计划中的主次 例如四组八次徒手引体 或者总数三十个徒手引体 那么没有办法完成的部分 可以用离心引体向上来代替 在你做不动标准引体的时候 踩在凳子上跳起来 让引体的动作直接上到最高点 然后控制身体尽可能缓慢地往下放 越慢越好 直到你彻底控制不住放下来 然后再跳上去继续做第二个离心引体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肌肉在离心收缩时的力量 是向心收缩时力量的1.5倍以上 所以就算你没有力气把身体拉上去 也可以利用缓慢下放这个离心收缩的过程 练到相关的机油 这样训练量就有保证了 整体的力量自然也会越练越大 这么练下去 你就会发现标准的引体向上次数 会越做越多 最终达到用标准引体做组训练的程度 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引体进阶表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截图保存 这四个阶段不一定要完全分开练 也可以混合搭配 例如你目前在用弹力带做引体 做了两三组做不动了 完全可以用反向划船继续做两组 这些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你搞这么复杂 我直接从高位下拉开始练不就可以了 高位下拉和引体向上次数的机群非常相似 但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高位下拉是开练运动 引体向上是必练运动 翻译过来就是 第一引体比高位更难控制 第二引体需要更高的核心稳定能力 第三引体能够带来更好的整体效果 第四引体能够让更多的机群参与进来 如果你是为了训练背阔机 引体和高位下拉可以互相代替 哪个感觉好我们就练难的 但如果你是为了增加做引体向上的能力 那高位下拉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 例如你高位下拉已经拉过自己的体重了 引体向上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但一做引体身体就会控制不住的拧上去 这就是因为你的核心稳定能力还不足 而高位下拉对核心能力提升不大 所以这个短板一做引体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还是要按刚刚讲的这些动作来 它们跟引体向上的模式非常像 能力迁移性很高 好的以上就是引体向上从0到1的系统教程 大家觉得这样的教程对自己的训练有帮助吗 如果喜欢这样的教程可以通过三连转发告诉我 大家比较认可的话 以后我也会继续拍这类动作教学类视频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